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南部部研究室 杜莉 hill 东上有十四四六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与十五iman 雪八公 要的六iman 曾經慢慢喝 才是棒 從心花花 生生之光 那是要不獨立的老王子的 那是我的想法是最過過的理想 開馬好了 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嘗嘗 阿羅香 把阿羅香的十幾次 給你做的長男五 切零八糯 來 阿羅香給這邊吧 拿來 加油 小筱子 那可以 行行行行 好 那這個最後一個 你怎麼覺得呢 拿拿去 真兄 你夠做好了吧 郭嫻再抽唄 烤 把它修一修 補一補 弄一弄 等等 等等 上下全靠跑 进屋全靠钻 这便是小英一家六口每天的生活日常 等等 你又进去了 突然呀 我进去你的 这楼梯太折了 不好折 我要挡这样挡住这 能牵手走 他们呢 还这样 反过来走 这个占地不到0.5平方米 坡度接近90度的木爬梯 是全家人上下一二楼的 唯一垂直交通枢纽 而如果要上三楼 还得再逾越一道难关 楼梯对吧 很难走的 我摔过一跤 我就怕了 不敢走了 跟着这个楼梯一起滑下来了 不仅上下艰难曲折 即便是在同一楼层内 也是高低错落 几乎找不到一片完全平整的地面 这段一个台阶 零摔跤 上下走来不方便的 这是过道 有点斜的 你看 如同迷宫般的房屋构造 家长略有些圆润的一家人 生活空间就变得愈发捉襟见肘了 你为人家找我 找我这样的就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让你了 来 让我 让我 好 让我让你 你看 给我上杯子了 好 我让你 来 给你 好 我要 这是这个 这个 我要这个 这个 我要这个 这个 牛肉 吃牛肉 尽管在空间里有磕磕磕磕磕 但在生活中 小鹰一家却始终和和睦睦 都是跑几步呀 小鹰一家居住的这座专务结构的大宅 建造于清朝咸丰年间 已有超过一百五十年历史 院落整体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 小鹰家在三十多年前分到了 院落东南角的一间偏房 占地面积只有二十四平方米 不过好在房屋最高点 有超过六点五米的层高 82年常立给我这个房子 给了我房子就搬过来了 那时候为了儿子进幼儿园 好来落在这地方 那时候就空着房子 全部没有 那里 挺舊的吧 一直都挺的 没什么隔层的 当初刚搬进来时 房子只有一个同间 之后随着女儿的出生 儿子的成家 孙子的出生 房间从一层变成了两层 又从两层变成了三层 现如今 一楼是全家人生活的公共空间 二楼则是女儿小鹰和父母的卧室 三楼则是儿子小王一家三口的卧室 而全屋的总设计师就是爸爸老王 老王从原本的饭店大厨自学称才 电工 木工 泥工都工中一手抓 一个人扛起了一支装修队 用近四十年的时间 打造出了这个四十一厅的 错证小楼房 这全部都自己打自己弄 自己修了 不要钱的 隔层 铺板 还有地砖 就是我爸自己弄的 所以地面线 灯啊 头 全部我爸自己安装的 用众多知名设计师的想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这无处不在的错层 比如这小而精的套房规划 比如这下翻橱柜门 比如这厕所的隐形门 比如这藏在拼图挂画后的隐藏储物空间 还有这看字随意 但要套路出不规则美的地砖铺贴 我就像顶上套的玻璃 从上面到下面 镜子 打镜子 上面镜子 小时候印象特别好 房间特别大 因为都是镜子嘛 就看到特别大 拆掉之后就搭了木板 因为他觉得想换一个新的气象 不仅如此 老王还根据家庭成员的身高体重 生活习惯 不断优化调整装修方案 这是我小时候 爷爷给我安排这个灯 是为了让我比较方便的阅读 因为我以前的床比较高 爬有个梯子爬上来睡 我越来越大玩 然后我就睡不下 那我爷爷就把那个床 四个脚 一直砍 砍砍砍砍砍砍 然后砍到很下面之后 那这个床就不要了 就换一张新床 在老王的极致利用下 六口人都有了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小小天地 不过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老王的设计也总有那么一些短板 有个卫生间 这感觉有点小 那过着呢 我只能脱着走 这里都 还好走了 我这东西 都摆在那过着 调料了 这个东西都摆住摆住了 像我爸妈的衣服 然后都是放在这儿的 两个人衣服特别多 然后我爸妈也不舍得人 这里呢 又堆着我爸的东西 他也不舍得 就喜欢穿这儿 空调的话 他爷爷说这个空调装不了 因为带不动 一般的是 夏天他也睡这个房间 然后我们旁边呢 还有一个手提床 放在这儿 那没办法 只有这样积极 这样开了 一家不开了 他爷谁要起来上厕所 就比较麻烦 好 一家打得 一家好点说 嗯 随着老王夫妇年事见高 家里的装修 对他们二老更是愈发不友好 因为上下不便 老王被渐渐困在了 二楼的房间里 爸妈年纪都比较大了嘛 爸也是刚做完心脏支架 刚搭好 然后之前也脑梗过一次了 就一直坐在沙发上 坐着嘛时间久了 他就先来腰间盘突出了 走路很累很累 然后很容易摔倒 所以我们家那个楼梯又太直了 想让他们搬下来 楼梯就不用走了嘛 面对女儿的提议 老王原本还想继续发挥余热 自己来改造 这让一双儿女心疼不已 他说自己在一楼 一个空间出来 我说那你自己很累啊 自己弄弄然后生病了 那就更不划算 直言不讳地表示 将与印太四国合作 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 老王用一辈子的光阴 给家人打造了这个 独一无二的错增小别墅 在这里儿子成家立业 女儿小有所成 小孙子成绩优异 如今到了子女 反哺父母的时候 父母蛮辛苦的 我想要方便一点 让人多宽散一点 主要是以我父母为主 我想照顾我爸妈 还有我哥也想照顾我爸妈 所以大家都住在一起 而且六个人挤在一起 也住得习惯了 其实小英也曾考虑过 让父母搬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居住 但父母却舍不得离开这片 他们工作 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 起来吧 还可以 这对新客人 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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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 小英萌生了改造的想法 让这个老房子 能够重新焕发新生 也让一家人 能够继续和睦地 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 那要给她翻个面吗 我这一点 我们年轻人们住在上面 集集都无所谓的 就是 多的是 你两个年纪老大了 六个人住在一起 快乐 很温馨 我们老夫妻两个 方便点 我们也开心 要往这融合自由 他们开心 可以呀 得特意呀 哈哈哈 啊 perpet档 哦 呀 哦 这也是老宅子 蛮有历史 而且还相对有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葱花 蛮有意思的 好 石老师 石老师你好 你好 慢慢 看 石老师来了 哎 石老师 老太太你好 快进去 好的 好的 我们一直在街上看到你 王先生你好 石老师往这边 来 小心 现在我看到四个人吧 对 还有两个 六个 还有我嫂子和我侄子 嫂子跟侄子 其实你们是八口之家 八口 两个猫 还有两个猫 你身体这个状况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你脑梗差不多是 脑梗是你了 我再装那个支架 心脏支架 心脏支架 好像脚就不好走 我刚刚装的支架回来了 他刚刚装支架 对 你说你弄这个房子是三十几年前 一六大二六三的 我老先生他自己割的 是的 全屋都是我自己割的 不简单 不简单 这个房子是 清代咸丰年间盖的 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年了 所以这里面 老破旧的情况都存在 原来这个房子 它最高的地方到六米 单层地面面积是二十四平米 现在的屋主呢 他们老先生坐到了四个房间 还有客厅有餐厅有厨房 虽然是完成了 但是其实都不太符合 现在的居住的要求的一个标准 平常生活空间来这里 我看电视来这里嘛 吃饭 然后看电视 对 一楼很回潮的 很湿的 柜子要多这些装弄点 你再来说 可能那地方都要做个记录 到底摆了多少东西 对 后面那个门 门是可以开的 好开的 天热的时候把它开一开 通风 通风 所以你不太从这个门出入了 不太从这个门出入 归身间的 就是这样了 我只要和 这样走进去了 侧着身进去 那闲子也没地方摆 这个距离被那个扇箱 所以这是摆闲子的 六个闲子 走上来要做这个两个台阶 要当心一点 这里为什么垫高的 把这个水漏过来垫高 一旁边一个洗衣机 就在这里 过来拿去这样 你们是洗澡间 坐头间 能够拍在我自己打的一个样 拖牌又不好装 一装很暗很暗的 所以我装了 脏了头盘 我就把它扣掉了 又 怎么样拖牌怎么办 没拖牌就扣 这个开窗 开窗就对了 开窗烧 这个距离没这么大 转身的鞋 太阁 窄了 六个人吃了很多的 股间大一点 我们一般大部分家庭里面 一楼是一个迎接客人 煮菜做饭的地方 然后他们也在这边吃饭 当然这个一楼本身的高度不高 然后窗子开窗又很有限 所以变成里面其实是 相对的采光效果都比较差的 从一楼往上走就这个 对对对 从这边开始往上走的 对 这个楼梯就是下车 然后不好走 这个是二楼的起居间是吧 这是家里一个过渡的地方 这是你们房间 这是老先生老太太房间 这边有采光 这是一个老虎窗 你们的地方你看很小 都转不外来 我下面的一个当中疼 所以它脚就不好走 作品还不少 这家没事做了几副 这梯子是为什么用的 不是要开窗吗 要不然人家爬这个年纪大 还爬这个太辛苦了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小厨房间 东西多 这个被子就扛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老先生他们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 实际上也没有把全部的空间都利用到 所以它有一些闲置的空间 那闲置空间其实出来不给它一个定义的话 那就是变成一个堆杂物的 不但没有给它增加功能 反而更造成空间上的一个混乱 最后面是闺女的房间 其实也不小 实际上这个呢 我这个横梁 这个走着方便 那老是敲头的 所以为了我没办法做 才一个人 所以你这个环境土浇灌的 浇灌的 这个跟梁 所以这个梁不好动 这个梁一动上面的楼就没了 当心 我没关系 你下来 等吧 下来吧 好 上下又不方便 这个上下又不方便 这个都是梳 梳梅梯方贝啊 都拉不开的 这样 像八个大天被输出了 办公啦 写着电脑啦 都不好弄 我们再上一层 上一层就是儿子的房间 儿子一家三口都在上面 当心 这个是卫生间 卫生间 这边加了一个卫生间 所以你必须是挑到外面去 这个卫生间就从这里挑出去的 这个刚好在走道的上方 那这个水你把它们挑出去的 弄到厕所嘛 我觉得他们三个就被在上面洗澡 洗衣服了 就方便多了 这个是儿子的房间 和这个儿媳妇 他们两个人睡的 孙子的房间呢 从这里上去 哦 在门后面 孙子的房间呢 都好空气蛮好的 两岁长 高度也很好 它工客上面工客不太好做 只有被在这个下面做 哦 每天要等他做好功课 12点 他们正好睡觉 是 所以啊 每天要进过他的房间 最好把它分开来 嗯 不要进过他的父母房间 对啊 三楼其实现在的分配是 哥哥 他嫂嫂跟小孩 他们三个人住在这一层 虽然三个人是 是享用这一层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有比较好的采光 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的一个 基本条件 但是呢 这个男孩跟爸爸妈妈是在 一个大烹铺里面的感觉 因为他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去做隔间 有门也没办法关起来 对于他们居住的这个 每个房间的私密性 其实是达不到这个 一个标准的 没关系 我先坐下来 每天这个楼梯这样走几遍以后 都有这个特异功夫 我算掉下去 你可以把我接到 很难走的 这个老头子又 老医学了嘛 好了 跟他走路 我好走 他们要上跟下之间 要用这个爬梯 爬梯呢 虽然解决了这个 需要占用的面积 但这个爬梯相对有安全性的考量 老先老太太这个腿脚 可能都不是很好 相对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确实进来以后 有点朴朔迷离 要把这房子看懂 都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时间 这是十年中间 我觉得看起来最复杂的 最难的 对 我这个空间又小 人又多 东西又多 别托了 尽力尽力尽力 帮我去 下班 梦想改造家 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刷新为你 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装修是个大工程 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 期待您美美的新家 本经营建筑挤排水专家 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 梦改十年 设计师史南桥从未缺席 而今年的项目相较以往 也有些许特别 今天是我参加梦改的第十年 这次的这个改造呢 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是说我们帮一个 原来这个家里的 最基本的改造的人 帮他的改造来做改造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有百年历史的一个老宅子 一个老房子 我们希望在 从它的整体结构的安全 到里面的所有空间的布局 更能够达到一个家庭的需要 然后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强调的 这个家里住下来 它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居住的条件 能够对于住起来 它有尊严 要让业主居住的有尊严 这一设计理念 还要追溯到史南桥和梦改结缘的第一年 当时它在14平方米的空间里 设计了四十两厅三位 之所以做那么多的卫生间 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尊严 十年来 设计师史南桥 始终秉持着这一理念 而今年的项目 它的任务是 在王老先生 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基础上 升级优化 实现结构安全 布局合理 居住舒适 三大目标 并保留百年老宅的律师风貌 带着这样的思考 史南桥开始着手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 叶州一家也开始了 三十多年来的首次搬家住人 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上面卡住了 太大了 好 我来 这我来 还有几十箱了 还有吧 带着不舍与期待 老王留下这座 他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宅 而迎接他的 则将是设计与施工团队 大刀阔斧的改造 上面啊 楼上面啊 老鼠是什么都有 房屋的破秀状况 让工人打开眼界 而错综复杂的房屋结构 更是让他们有些 摸不着头脑 而且到处都是这个木材 你没法真 真没法靠 我们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怎么采 不能靠采计 这是因为太复杂了 在线上看看 看看怎么采 鉴于这一情况 设计团队也在清摘第一天 就赶到现场查看 当时我们在现场去看一个现场实际情况的时候 很多柜子是包起来的 很多墙是折起来 像迷宫一样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说第一天拆开了 如果有一些面层能够打开 我们要看一下 第二个它的一个结构上面一个安全性 不能盲目地拆 要确保一个安全 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建筑工程师也过来看了 怎么样的一个拆解的一个流程 如果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结构的一些立柱的 这一块到时候拆的可能要小心一点 随着表面装饰层的玻璃 老房子的结构隐患也暴露了出来 木梁 木梁全部烂掉了 这个房子结构真的很差 我们所有住的过程是自己擦的一个 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则是小王以下和邻居家的共墙 现在这个墙是单面墙 厚度大概只有八九公分 然后它这个高度比也比较高 大约有三米五到三米八左右 现在年份久了 这个木结构和之前的砖 它两个它没有粘性 晃动的厉害 临时就加固一下 为了避免安全隐患 现场工人只能先采取了临时加固措施 而听闻这一消息的设计师石兰桥 也赶往现场查看情况 结构是蛮脆弱的 对对对 这个一百年的老房子拆下来之后 观感确实有一百年的感觉 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差一点 它有一块楼板 它是灌浆的 灌水的 混凝土的 加上一根梁 那个地方是动不了的 但那个东西我们也希望 那个东西不要干扰到 我们对整体布局的一种安排 所以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空间 能够跟原来存留的这个结构 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融合 老房子的结构限制 让设计师多少有些失望 不过现场也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在拆除中 石工队发现原本一楼被封闭的窗洞号 竟然有一个荒废已久的小天井 你看那里有一个树 这个树很多年了 它想把这个树留着 其次呢 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把它 硅直硅直干净 我就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玻璃面 给看得到这些东西 对 这个其实拍照也蛮出彩的 看得到绿化 然后也看到那棵大树 在征求了业主和邻居的同意后 设计师石南桥决定 将这片闲置的天井 也纳入设计范围中 那么这里最终将会呈现出 怎样的效果呢 随着清拆工作的完成 这座经过老王历经 三十多年堆递而成的 迷宫般的房屋 展露出了其原始的面貌 尽管房屋最高点有7.7米 但最低点仅有3.55米 整个屋面高低错落 并且西侧区域 有一块无法改动的混凝土楼板 这些限制条件 导致无法在房屋层数上 有更多突破 经过讨论 设计团队决定维持 原有的东侧两层 西侧三层的基本框架 但最主要的情况是这样 一二三层楼 那我们怎么去分配 针对业住一家六口 不同年龄层 以及各自的身体数据 设计团队进行了三轮方案探讨 第一个方案是让老先生老太太 在他们原来住的二楼里面 还是保留他们的房间 我们把楼梯坐得比较好走 我们整个一楼可以完整地 变成客厅跟餐厅 虽然安排了好走的楼梯 但考虑到老人家未来的身体状况变化 设计师还是希望能够 进一步减轻老人家的负担 因此在方案二和方案三中 他都将老人家放到了一楼 而唯一让他纠结的是 将相对独立的三楼 留给女儿还是儿子儿戏居住 为此史兰桥来到了王家人 目前租住的地方 希望能够听取他们的想法 我们当然每间房间都要做好 但这里面肯定是手指伸出来 都不要差别 一定有一些这样的差别 你们应该有权利来分配一下 我的想法是 我想归你三十多了 我想他朋友都没谈 这次装的都是他的钱 都是他出的钱 我的理想呢 把他弄得最好的 男朋友带进来 好看点 这个面子上 在沟通中 妈妈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小英也向史兰桥 透露了妈妈的身体状况 我妈刚来这里 搬过来这里的时候 她膝盖就开始特别疼 疼得很厉害很厉害 然后就去医院看了一下 医生还是嘱咐了说 潮湿的环境就有可能会加重 然后最好就是不要爬楼 不要多走路 所以我还是想让他们在一楼 环境也稍微干一点 是的 是的 送走了设计师 母女俩也开始讨论起了房子的装修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 我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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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的 所以现在就没比较了 死死了比较 我都不用去银行 多好 而在另一边 设计师也终于确定了 整体的平面规划 今年的这个一家六口 我们其实把它分成了三组 分成三组 一楼我们把它安排了老人家夫妻两个 然后哥哥嫂嫂 他们三口之家在二楼 妹妹她住在三楼 虽然他们这个各自在各一层 但是呢 他们让他们家庭共同聚集的 放在二层 在中间 所以从一楼上来也方便 三楼下去也方便 所以这是全家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做的一个布局 按照设计师的人口划分 房屋三层的平面规划 也就呼之欲出 一楼呢 我们其实定位很清楚 就是给住在这边的老人家 生活操作 以及他自己休闲的这么一个空间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从这个西开始往东走的话 有他的卧室 到中间的生活空间 再到这边洗浴空间 然后呢 从这里再传出去 直接就到了他的玄关 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连续性 让他的生活上这样很方便 然后也很节省体力 OK 我们现在经由楼梯 我们到了这个家里的二楼 这个二楼呢 一方面是他整个的东西层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把它布局了客厅 然后以及在西跟东这两边呢 两个卧室 还有我们在原来的二楼里没有的 所以让我们配置了一个洗手间 另外一方面 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天光 下来呢让这个空间呢 它有非常敞亮 而且在全家在那边聚集的话 这空间也觉得是一个很舒服 而且很开场的这么一个空间 OK 我们现在在整个的房子的三楼 这个三楼的情况 我们完全留给了这一家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的女儿来使用这里 同时呢 它有一个感觉空间上很舒适的一个坡顶 这边呢 它四周基本上都有采光透过来 然后呢 对于一个人来住的话 它还独自享有一个卫生间 然后还享有一个走路式的衣柜间 平面布局初步完成 还有一个困扰夜中一家已久的难题 那就是垂直交通枢纽楼梯 我现在是站在我们这个楼梯的起步的地方 在一楼起步的地方 我们这个楼梯这样设置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让楼梯变擦拭在整个的空间的中心的部位 无论是在一楼二楼三楼 它都在中心的部位 不会再浪费到空间上 其他地方再去做走道啦 或者做其他的这个拉长的这个动线啦 然后也节省空间 也完成了空间上的一个功能 设计师在老王的基础上完成了空间布局优化 接下来就要解决房屋结构的安全升级 当初老王改造房子时 又于经费和工艺问题 几乎所有结构框架的材料都是木结构 并且木料都是就地取材 有的是很老旧的 有的呢就是感觉就是最近三五年的感觉 这种都是工地上土建那种末方 就是制模板的那种 这个我们做的都知道一些 人家不要的 对对对 像这种的隔墙 包括那里面的隔墙 都是那种工地土建用的末方 所以说它这种施工也是很大胆的 安全用快的很大胆 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场状况 和我们现在决定的方向 是以钢结构来补墙 它现在这种很腐朽的 这样的一种粉墙 跟这个腐朽的木 木梁木柱子 以及外墙这样子 考虑到房屋的安全稳固 书记师史兰桥 选择用钢结构 来取代老王原本的木结构 搭建房屋内部框架 当然在这个本来就很狭窄到 只有三米的开间的这样的房子 那我们一边要占用掉 这样的一些钢结构 两边再加起来 就有双倍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 它就尽量是扁着钢 然后让它能够细 然后能够 但是力量还是有 经过现场讨论 本次钢结构方案 确立两大原则 第一 沿两侧山墙 重新交注钢筋混凝土地量 作为新建钢结构的基础 椅子和老墙完全脱开 不再增加原有结构的客栽 第二 钢筑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 尽量做薄 以最大程度节约室内空间 来 一二三 不不不不不 歪一点 歪一点 我这轻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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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施工现场场地狭小 机械设备无法建成 所有的钢筑都只能依靠工人 肩扛手提 工程量耗大 而随着一根根钢筑逐渐竖立起来 让房屋内部 有如穿起了一件铁布衫 就是正常的钢结构的框架呢 是筑梁体系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把它一化了 一化成一个墙的体系 就是我们靠密 密布的柱子和密布的支撑 来形成一个类似于抗震墙的概念 就是我们相当于 在内部内衬了一个新家的结构承重体系 然后承载我们的各层的楼板 沿着原有木结构内衬钢笼骨的做法 一方面增强了房屋的结构体系和抗震性能 同时密柱网的形式 也尽量保证房屋的使用面积不受影响 这里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量的小 尽量的少沾用到这个内部的空间 反过来讲我们用比较 相对密的来贴的墙 来解决钢结构的一个作用 可以看到我们这样虽然拉出来这一层 但是呢 这个上面都按照的管线呢 都其实在这边排布 它并不会造成太多的空间的浪费 新建钢结构框架 让原本的老墙不再需要沉重 但为了日后居住安全 设计师还是要求 对原有老墙孔洞 缝隙等进行修补 并对原先腐烂的木柱进行加固 现在在做这个反坎 就是地面上来大概40公分左右吧 全部做一圈 这个嘛 一个是防潮 防湿 再一个嘛 就是原先的那个皱头下面有点腐蚀了 烂掉了 这样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 原先用手指就能戳动的供墙 施工队同样也进行了加固 首先再给那个老墙加固一下 原来是那个砖墙 砌的那个墨框里面 现在在这捏缝 连锁长的捏缝大了嘛 就用大条鞋把它写紧一点 缝隙的话到时候用水泥把它灌起来嘛 同时为了确保隔壁邻居一家的居住安全 施工队同样也对邻居家一侧的墙面进行了修复 随着现场钢结构框架完成 室内空间布局也出具出行 这一次的改造不仅在纵向上需要强高度 也需要在横向上强空间 尤其是一楼区域 在保留原先业主家一楼的基本功能外 还需要增加玄关老人房两大区域 如何合理布局十分关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楼跟二楼的平面 都基本上它是一个同样的条件 就是将近九米六的一个长度 变成一个三米的一个宽度 所以这一比三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比例 就变成形成一个狭长冗长的一个空间 我们能够用那么小的空间 来满足整体的需求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让这些过道统统隐形掉了 融入到我们的公共空间 客厅、餐厅里面去 进门之后 我们一方面有玄关 第二步我们给它做了厨房 来这里应该有一条通道 但这个通道跟我们餐厅的空间融在一起 通道不选的狭窄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平面的通道 但实际上这些楼梯它其实是立体的通道 方便我们把它的宽度做适当的控制 另外一个就是楼梯 在一楼的楼梯的下面的 空的空间的满足 提供给一楼老人家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 将原本的过道区域合并入功能区 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空间的浪费 是每个空间的面积都能达到最大化 整个一楼以楼梯为分界线 分成东西两块区域 东边是公共活动区域 集合了玄关、洗手间、厨房和餐厅 其实这个房子原来进来的时候 它相对是比较阴暗 但我们现在能够把引入来的光线 到我们生活的空间 它之间都把这些光线都能够 适当地引入进来 然后通风也可以满足 一楼西边则是老人家的卧室 设计师同样也考虑了通风采光的各方面的因素 我们把老人家放在这一层 相对所以我们把原来地面上 一些不平整全部整平了 所有这些高低差的变化 通通移到二层以上年轻人住的地方去了 另外一个其实老人家的房门 他们平常假如进出的话 这边都有南北通的这样一种 通的这样的一种空气的流通、对流 而且南北都有光线进来 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 这边有个天井 这窗子被我们打开之后 这地方也会有光线跟空气的流通 所以这个地方我对老人家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随身就可以 门一开就可以出去 到这个公用的弄堂里面去 等于跟邻居的交往 他们自己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 这个门非常方便 他就可以接出去 二楼作为整个房屋的中心点 即是儿子一家三口的休憩空间 同时也兼具全家人客厅的功能 为了节省过道的空间 二楼的中间区域为客厅 而东西两侧分别为两间卧室 同时增加了卫生间 让原本同体一世的一家三口 有了各自的私密空间 我现在站在的是在二楼的 这个哥哥嫂嫂的这么一个他们的卧房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两矮 所以这个是拆不掉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留了一个地板的 就留了一个地位 然后直接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房间地面提高 因为这个提高的 这道别不是为他这个地面提高 而是为了楼下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度 在里面生活 除了要配合拆不掉的楼板 同时客厅 洗手间 南韩房区域 同样也要配合二楼的坡屋顶 进行高叉处理 这也让二楼成为了高叉最多的空间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客厅的范围 客厅的范围呢 下面刚好是整个餐厅大的 其实这里是两个家里最主要的空间 我都希望他都有一个比较 适合舒适的高度 所以这个地板 因为他上面高度已经够了 所以把这个地板再往上提一点 也保证底下餐厅的空间 这个公共空间也有一个比较 好一点的这个层高 另外一个 底下到了这边来讲 它的高度又需要了 所以便能说 这里再一层一层往下走 由于现场层高限制 二楼新增卫生间 不仅顶面是斜屋顶造型 而且地面也产生了三个台阶 那么在如此高低错落的空间中 如何才能实现 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细微的一个小降板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常规的 同层排水方式的一个肤色 对吧 那作为一个领域区域呢 可能原先就有一部分抬高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了楼下的一个空间 把这个存水弯啊 就是在不影响楼下层高的情况下 辐射完成了 如果说横管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就是说 一个钢架跟原先原始墙之间的一个缝隙啊 进行一个墙排式的一个排水方式 整套排水系统采用的是 极玻利HDPE高密度聚乙烯排水管 它的一个降噪效果是非常好的 跟市场上比较常见的PVC管道的这样一个 管闭后的一个对比 非常明显的啊 极玻利的HDPE管道用料非常之扎实 而三楼则成了女儿的专属空间 设计师将其打造成了一个 集工作 休闲 休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空间 好 我们现在到了三楼 三楼其实很简单是属于小姑的房间 这个光线是最好的 对 你各个方向都有进来的光 因为小姑其实经常会在家里办公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作为更衣室的使用的同时 我们也会给他准备公用的一个空间 随着全屋空间布局升级完成 接下来设计师要做的就是 提升业主一家的居住舒适性 第一步 隔音 老王在改造时 采取的隔音手法是双层中空木楼板 但收效甚微 而且还占用了室内的层高 所以这次设计师选用了既节约空间 隔音效果又好的吸音棉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自粘的一个隔音棉 它整个这个厚度也非常好 然后它的隔音效果也很好 然后现在整个这个顶上面 就用这个隔音棉直接给它粘上去 粘上去之后呢 既保证了我们这个建筑结构的 一个板后的一个厚度能够最薄 尺寸能够尽量留给我们的空间 第二个呢也是解决了我们 钢结构所带来的隔音差的一个问题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是否能够达到理想的隔音效果呢 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实验测试 经过对比发现 在为填充吸音棉的盒子内 音乐的分贝值保持在65分贝左右 而在填充吸音棉的盒子内 音乐的分贝值降到了40分贝左右 隔绝了25分贝左右的噪音 楼层间的隔音问题解决后 房屋外部的隔音也同样需要解决 设计师也在老王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那我们这一次看到 我们把叔叔阿姨他们的房间 放到一个一楼 靠近我们的一个后门的位置 那整个这个后门这块能看到 是一个邻居啊来来往往的一个过道 那它原先的这个后门呢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木头门 外面就是一个铁的一个门了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窗户 它原来那个窗户是很老实的塑钢窗 它的一个密封性啊 隔音效果啊 其实包括它的一个隔温效果 其实差很多 那我们这一次呢 也是在这个材料上面 去给它进行了一个升级 换成了一个旅行材的一个窗户 用了一个断桥的工艺 然后双层的一个中空玻璃 后面的这个门呢 也给它用了一个钢幕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有防盗系统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防盗门来做 而将老先生夫妇搬到一楼 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楼很回潮的很湿的 上门时 小王就苦恼于原先一楼的潮湿问题 现如今 设计师将老人房搬到一楼后 就更需要解决一楼的防水防潮问题 当初老王为了解决 泥地潮湿的问题 在地上铺贴了地砖 但在地砖之下 却并没有对地面进行防潮处理 而墙面潮湿发霉的问题 他则是采取了眼不见为净的方式 在墙面全部封上了木板 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治标不治本 这一次 设计师要求施工方从地面到墙面 从里到外打造一个 全方位的防潮防水体系 整个地面打开之后 在泥土层之上 先用这样子一个黑色的 看到一个特别大的 这样一个黑色的一个防潮垫 把地面先做一个 隔绝它的一个水汽的处理 然后之后 再在一个垫上面 做一个地面的一个找 地面基层防潮处理结束后 设计师在地面材质的选择上 也颇为用心 在一楼的地方 避免不了一定会有潮气上来 但是呢 一方面我们在最底下这里铺了地暖 地暖本身可以去除寒气跟潮气 另外一方面表面我们铺的这个 看起来是木地板 实际上是木地板砖 还有磁砖的效果 可以阻决这样的一个寒气跟潮气 另外一方面呢本身它一方面也好打理 针对墙面部分 施工队则选用了更为耐水的水泥板 而且每一块水泥板的正反面 都涂刷了负水压金磁膜 因为这个房子整体很老旧 所以说呢我们把一个施工的重心呢 放在防水这一块 我们除了在卫生间内部做立邦的防水 另外我们还可以呢 在卫生间的这个背水面 墙体的背水面呢 做我们立邦负水压的金磁膜防水 我们负水压金磁膜防水呢 一共需要施工三遍 产品干燥以后呢 是呈灰色的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左侧这个墙体呢 我们做了负水压金磁膜 然后右侧呢 我们是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个处理的墙面 我们在这个墙体里面注入适量的水 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 那么右边这个没有做过防水处理的一个墙体呢 已经有明显的渗漏现象了 而我们左边做了负水压金磁膜防水的墙体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渗漏现象 针对卫生间区域的饮水面 施工方选用了具有良好抗渗性的防水涂料 这种蓝色涂料和墙面的水泥色 能形成鲜明区分 确保施工过程中不会有遗漏 让每一个卫生间都能适应长期进水环境 室内的防水防潮处理完成后 这栋老房子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防水难题 那就是三楼的外墙 这块区域最早是由老先生自己改建 外墙的上半截区域是木板 无法抵挡风吹雨淋 但如果要将这些木板墙拆除替换为砖墙 一方面不能满足承重要求 同时也无法保留房屋原有风貌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防水问题呢 小刘啊 这地方要那个防水卷材啊 包括粘食每个缝都要注意啊 它基层原来是一个木头 它木头里面是一层木板 木头里面是空的 然后这个防水性能都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木板上面最做一层防水卷材 然后我们就把一种户外的防水木头 刷上去 然后我们这外面就撒一层油漆 恢复它的原来的样子 它一切也没做过防水 因为它木板上面做不了防水 必须一层卷材以后才能做到防水 通过施工工艺和材料的升级 设计师在老王的基础上 提升了全家人的生活舒适度 同时他也希望这次的改造 能够尽可能保留这座百年老宅的历史风云 这个房子呢 其实是以我们现在的考译 它是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已经有将近一百七十几年的 这样一个历史 也因为我们希望表现这个老房子的这样一个因素 它老房子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所以变成说呢 这种窗子我们也希望留下来 甚至它的门 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木头的质感 包含这个外墙呢 我们也希望经由某些的涂料的制作呢 它是有一个痕迹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建于原有的墙面已经斑驳脱落 设计师选用了简具实用性和质感的外墙涂料产品 这栋房子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 外墙呢也是保金封刷 那么我们为了业主能够更好的生活和居住 在外立面呢 我们使用了立邦乌德堡的弹性外墙鲁胶漆 立邦乌德堡弹性外墙鲁胶漆 具备良好的耐水耐厚性能 不仅能够有效弥盖墙面的细微裂纹 面对较大的温差也能有效的保护墙面 针对外立面 设计师秉持着兴旧如旧的原则 而在室内装饰材料上 它也尽可能契合老房子的历史风云 一楼我们用的是地板砖 是瓷砖的一种 但是在二楼三楼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历史 我们直接把这个能够表现老上海房子的这种木地板 用来这边 而在卫生间区域 设计师为了配合整体房屋的历史基调 和周边房屋白墙灰瓦的水墨风口 选用了类似工笔化的瓷砖 以前我们基本上从来不会这样去用 但这次我们定位 我们希望是感觉上是一个一百年前的老宅子 我们的意图是想让这些花鸟的东西 能够在这个浴室里表现 因为实际这个花鸟在外面的空间 在表现起来可能会显得太花了 但在这浴室的空间 因为用这个瓷砖 刚好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向去表达 因为我们这个浴室很矮 所以花鸟的情况我们在顶上 我们用的镜面的不锈钢 让这花鸟感觉上这个鸟皮飞上天气的 这么一个效果 考虑到地面小栓和地板砖缝隙较多 为了便于日后打理 同时此砖缝隙不会出现发霉问题 设计师也选用了防霉耐用的美凤产品 设计师在一楼铺设的是墨纹砖 搭配我们的这个立邦的桶装的还阳彩砂 运用披瓜工艺 对于一楼的铺设的小砖来说 施工起来也更加方便快捷 最后能呈现屏缝的效果 视觉上打造无缝感是更好 随着硬装的收尾 各类电器产品进入安装阶段 考虑到平日里做饭做菜的重任 基本交由老人来完成 设计师在初点产品的选择上 也更注重适老化和安全性 这次我们为业主配备了一款 安全智能的双安心燃气罩 它的左右两个炉头 都可以在1-180分钟之内设定时间 而且还配备了两个智能的温感探头 可以实时检测锅内温度 起到了防干烧、防意外熄火的保护作用 十年来 设计师史南乔用一次次的改造 为业主带去惊喜与感动 而随着时间的指针 波过一圈又一圈 他的脸上也有了更多岁月的痕迹 但始终不变的是 他为业主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 那么这一次 他能否交上一份十全十美的答卷呢 梦想改造家由丽邦独家冠名播出 丽邦刷新服务 近一百万家庭的口碑制选 今天总是要回家了 对对对 我知道怎么样家里 哇 你看就好好看啊 好家 好美哦 你看 这边本来都没有的呢 谢谢 你可以以后自己在这里 种种花种草都可以知道 大得好好看啊 夏天很凉快我给你讲 然后以后我爸就坐在这里 就到城堂风凉 城堂对不对 他那个 王宅 王宅 说得好好 来妈妈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吧 从前面看 看一看 对对对 这个墙也弄得很好 这个很窄 这个过去 玩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这里有个皇宅 前后门 前后门对应了吧 门换了 这门比之前那个门大多了对不对 宽了 宽了也高了 我习惯性往下按去了 哇 这个 好好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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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看啊 本上那个是 这边原来是那个 水池 对不对 这边是你这边厨房 你下次变成这样子了 好好看 这个 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这个 你最爱的环节 对对对 你最喜欢的厨房了 这个原来这个 很厉害 是什么 你这样好了吧 洗碗子 以后就洗碗子 不用我哥洗了 他洗不干净 洗不干净 真的好好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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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这个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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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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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 身处患然一心的房屋之中 小英一家难掩兴 兴奋之情 而更多空间魔法 还有待设计师石南乔来揭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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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好看 真的好好看 恭喜恭喜 谢谢你 是的 感谢 那里 非常好 辛苦了 这是自己我们很满意 这个 这个 你辛苦了 不光是好看 或者其实也好用 也很智慧 也很智慧 通常是都很 是 换了一心 那个是什么知道吗 猫 对 对 是吧 对 对 它可以上去 它可以上去 对对 真的好好看 真的很满意 很亮 我们家之前本来很爱 现在是超亮的 看上去很好 其他应该还有很多东西 慢慢地给你们介绍 我说门口带你们一点一点来 来看看 好不好 好期待 这个地方是这样 你一进门 家里不管明或者亮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定它的亮度 亮度 这个是整个房子里面 灯光的一个氛围 它这个整个是一个智能 都帮你们去安排 好 好好 这个有免住 对 这里进门的一些 你可以一些收纳 然后鞋柜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钥匙以后就放在这里 不要再到处找了 或者放在这个上面就可以 对 然后你们再看 这个是我们留下来的 对 这是我们楽 sab� 那你们原来就有的 是的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 这个灯子能够留下来的一些侵 是的 以前他们装了使物的时候 也没怎么弄 我那个造 religious 被它这里烧 都是油 对 油烟这种 现在好像好干净 都重新弄过来 你这个都重新漆过去 都是 big 对对对对 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做了一些圆壶 这样子就不会撞到 这里比较窄就不会撞到 这个厨房做得很好 是的 他超开心 我最称心的就是这个水灯 大灯草 他一直要求大 够大 我说我做无法洗东西 其实你看 这是厨房的操作的一个系列 冰箱冰箱都一拿出来整理一下 洗切炒 一个流程 一个流程 对 十二十按摩 十二十按摩 我一直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地方 好 来来来 这就是 这边 这边是你们一楼的洗 洗手 洗手间 对 厕所洗手间 这个是祝老设计 就很方便他 对对对 要不开个灯 你可以坐下来的领域 对对对 就我爸一直搬个小板凳 现在他可以不用搬小板凳 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爸不用搬小板凳了 那老爸有那个 你去除了 你去除了 都能打 然后我们这边都帮了考虑了 等一下一个柜子 这个 你最想收纳 对对 好好 这样子按一下 这样子看不出来了 对 跟我爸刚刚就一直在研究这一块地方 对他的那开关开关 往后去 对对对 就比如把手这样子 就隐藏住了 就看 这个部分是餐厅柜 你们的一些餐具什么的都可以收在这里面 就你那些碗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桌子可以搬出来之后 全家可以在这边吃 对 这样我们家六个人就可以一起 六个人可以一起用 这个墙摸上去好像是有东西的吗 好像有什么纹粒吃了还是什么 是的 我选用了利邦魔术期的小羊皮效果 整个墙面的颜色 我们用的是珍珠白的颜色 因为我们的房子比较小 本身墙体有很多的隔断 进光量比较小 所以运用大面积的白色 也会更加的简洁 纯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你还有它的触感 触摸起来是一种细腻 饱满的羊皮肌理 低调又不失质感 很满意 很喜欢 入户玄关取代了原本拥挤B字的厨房 为全家进出提供了敞亮的通道 原本狭张昏暗的洗手间 如今变得宽敞舒适 开放式的餐厨设计 既方便日常烹饪 也让全家有了聚餐 看电视的温馨场所 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房间 看看 这是我的房间 对对对 好好看 好好看 如果能拥有十几桌吧 就是 如果能拥有十几桌吧 如果能拥有十几桌吧 跟往这边都眼睛一亮吧 这不一样 我觉得很漂亮 橱柜也蛮多的 当初我拥有十几桌 拥有十几桌 拥有十几桌 你们姐 真的好好看 看那幅画 怎么了 这个画是你的作品 对对对 你的作品 你的红袖 然后这个床的这个够宽 两边都可以上人 然后这个楼 这是楼梯的下方 我们还有 这里 好灵喔 可以放很多东西 对 这边还有衣柜 因为房子小但东西多 原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对 但我们就希望它每个地方都能够突兀 所以你们所有这些床铺 它下半截就终终可以掀起来 然后里面是被收纳的 好 这样子吧 很高兴的 我想你们原来在这边住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知道外面是什么吗 那个住到五花果 五花果 对对对 你真的 住到五花果 表示你这边原来没有白住 成年度是关注的 对你成年关注的 你的五花果知道 最后再给你揭晓 这边出来 来我们这里 看看这是你们的后花园 好方便这样子走过来 对对对 你们这样子房间出来就好方便 不管是往前面走出去 或者从这里这边出来 这里都是景观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的葡萄藤在上面还爬着 对对对对 光线通风都好 这个地方 本来出门这样才要绕一圈 真的好好 就我们刚刚过来这样子看 对 来给你们一个惊喜 这个地方 可能是原来你们住了几十年 未必会 未不会这个 又有家 哦 这是我们之前五花果那个地方 对对对 看本来很脏的很乱的 现在好干净弄的 能出去吗 可以 可以 可以是吧 啊 从这里踩上去 对 一踏两踏你就可以出去了 哇 这个有扶手 慢慢慢 你看这个有扶手 你就出去不用 这个墙一方面是为了 就可以挂这个绿盆 另外一个这个古旧的墙 保留下来 然后还感觉有历史的价值 所以你弄干净之后 就不担心这边蚊虫在这边置身这样子 对之前这扇窗从来没有开过 对对 就一直是关着的 因为它外面太脏了嘛 嗯这个 原先被困在二楼的老王 如今可以不用爬楼梯 就解决所有的日常需求 绿衣盎然的小花园 也让老夫妻能够享受更多生活的乐趣 来我带你们到楼上看一看 好的 好的 好 走上来你们可以一路扶在这边来 对 看 这个的沉住呢 刚好手一下一把握住 嗯 嗯 就相对的比较安全 不会失守 然后我们再往楼上走 姐 真的啊 嗯 你走快点让我看一看 姐姐姐姐 客厅 这是你们的客厅 好好看 现在 但因为一楼我们一拿来餐厅了 所以 这个客厅呢就是你们全家人去 因为你从一楼上来也方便 嗯 从三楼下来也方便 对 这边刚好就是 哥哥嫂嫂 然后你们 两个跟你们的儿子 通通在这一层 所以这个厅呢 一方面全家聚集 缩小范围就是你们 你们小家庭一家的聚集 在这边都可以 好 姐姐 好 哥哥你坐一看 六个人都可以坐上去的 我们平时 快吹一碗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我摆到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的 一个大大沙发 你们全家的六个人都可以坐 然后呢 当然 你真的还有别的朋友来 这个地方可以 小板凳 小板凳 对 对 对 好好 还可以放东西 这个小台湿好喜欢 嗯 这个小台湿喜欢吗 嗯 但你看这里可以放一个大的电视机 你坐在这里 沙发上可以看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 玻璃的地板呢 可以看到底下的情况 然后猫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钻出来 你们的 这之前我们的老虎窗吧 对 对 现在改了好好 但怎么 怎么开 我好像够不到 我们家好像够不到 是这个水 这很简单 这 电动的 电动的嘛 很简单的 很方便的 开了 开了 那你以后都不用够了 你直接这边按一下 你这边就开了 对 通风很好 然后呢 你刚刚看到楼下 楼下的吊顶上 不是有一个阶梯状的人 在楼下吗 对 因为呢 这个地方要进去 这边是你们全家聚集的地方 所以可能坐久了 这边有个洗手间 然后这个有个洗手台 这个地方也可以洗洗手 这个地方还有收纳的空间 这里呢 还有包含了这个洗衣机 在这个地方 洗衣机 洗衣机在这 这个 这个 这个哪个卫生间 对 这边你们看一下 有这个 来来 你们看 我们要出去干湿 这样的话就不会 这半夜联事 小朋友还没回来 我们先进来他房间 参观一下 这是他写字的地方 对 在他念书 这是他的床铺 那边墙壁上 都是他的衣柜 哦 这个是衣柜是吧 对 蛮好的 他感兴趣 他都是 应该回来蛮喜欢 来我们再去看你们的 你们的房间 你们跟儿子各居一方 周年共享 一个客厅 可以 可以 进去看一看 哇 还不错 这里呢 这边还有 化妆胎 哦 好好看 好像衣柜都在这里 对 衣柜也在这里 哦 这个书工牌 蛮喜欢的 以前也一直没地方 化妆啊 哦 没几个 在市场那边 他们这房间好好看 这个 比我之前好很多 明明是一样的 我之前就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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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这还有两个窗子 可以看 这个窗很大 哦 就这样子也可以看 下面那个 这也可以 这房间不算是 特别大 但是呢 你们这门一开就到客厅了 所以你们出来去 使用那个客厅 你们是最方便的 所以你们这个能够生活的 活动的范围 其实还包含到客厅 你们都要一起考虑进来 然后这个房间呢 两面都有窗子 都看出去都有绿化 这感觉也不错 本来这个 我记得我房间的时候很矮 对 就高我一点点 现在好高啊 抬得很高耶 是 好好啊 真做得好好啊 跟我爸之前完全不能比 我爸真的是 三脚包工夫 原本低矮昏暗的二楼 如今变得宽敞明亮 位于全屋中间的客厅 既是儿子一家三口的 休息空间 也为全家人提供了 共聚之所 位于东西两侧的两间卧室 也让一家三口 有了属于自己私密 而温馨的小天地 现在可以看到 从这个二楼上三楼 可以看到完整的扶手 造型的 云朵的造型的这种做法 让这个空间呢 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变化 不会觉得那么单调 然后呢 这个楼梯这样往上走之后呢 其实就刚好就是 王小姐的空间 王小姐的空间 看你的回忆房 啊 看看 我们去看一眼 走起来方便很多 之前那个很直的 就走路都畅畅畏畏的 这么多 一会这么多 这里好好看啊 就比之前好看多了 这看出去是那个耶 就是我们做那个无花果树 嗯 光线好好在这个房间里 坐在房间里 把个朋友淋进来了 哈哈哈哈 又淋进来了 这房间是你的闺房 是你的闺房 对 他这个床铺啊 衣柜的收纳 所以这边整个是你的衣柜间 哇 好好 那是你的衣柜间 但这个我怎么上去啊 这里拿开来你看一看 这里又出来一个楼梯 你可以上去 诶 上师这块板是什么啊 哇 这个好好啊 这样子就可以全部放下来了 对吗 对 对对对 然后你在这个更衣室里 还有化妆台之外呢 你还有一个沙发椅 沙发椅 对 沙发椅 可以 这衣柜通通都是你的衣柜 加上那边的衣柜加起来 好多 所以这个衣柜应该是 绝对够了绝对够了 应该是足够了 因为本来这里啊 就是想说一个墙隔起来 嗯 我们这样一关就简单就简单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希望 这个两个空间 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在享用的嘛 对 它有一个通透的一个效果 包含即使这个空间很小的 它跟那边连通以后呢 变成一个整体之后呢 那你这个空间全部利用到 那里面是 来看一下你的浴室 我的浴室是 我的浴室是 哦 好好 哦 很漂亮 这个 对对对 超好看 当时一楼里面有投影 那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个大的墓墓 哦 这样子 我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是 对啊对啊 那我快要羡慕死我了 对我爸说我要跟我换房间了 就好像说 本来在楼下一楼一楼 一楼然后但是正好冰箱卡住了 根本这个投影拉不下来 每次拉下来就要搬来搬去很烦 现在我自己在床上就可以看 你看 因为我爸 我看到我爸一样 这样子看着 我这样 他羡慕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满意 从二楼盘到三楼的女儿 有了属于自己的集休息工作 休闲于一体的专属空间 哇 太厉害了 就在欢生笑语间 小英一江的亲戚朋友 也赶来参观祝贺 再见 愿意 开心 我们马上切尾 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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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外婆 来 慢点 跟着看 玩好的 小鸭网给 对 跟着我们房间 满意啊 小鸭 满意 满意 一生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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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挂挂脚 挂挂脚 漂亮 太漂亮 不是假的漂亮 真不漂亮 太漂亮了 哇 比以前大多了 我以前的床皮 现在小了 现在它特别的宽敞 而且很舒服 我很喜欢 是 你们看完房子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觉得很好 真的好 超好 非常谢谢 辛苦你了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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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应该的 然后那个是李汪 他们也做了一个 这么的东西呢 给爸爸妈妈 你们去看一看这个东西 这是你们啊 是你们照片 是 是 爸跟罗耶 跟妈妈 好好看 放你们房间里 这个很好 然后呢 现在的房子是你们了 所以把钥匙给你们 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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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 我们这个 看你原来很喜欢这个音响 对 现在用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呢 放在家里小 但它的音响效果是一样的 对 对 这是我爸的最爱 来 哦 交接 交接 哎呦呦呦呦 开心 开心 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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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岔要甚至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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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几个几个几个墨草、这覆当式封集我觉得一个有分给棒系说的 Chief Don Также 介绍这次有分给荤镠心 style of glorcer 就是根据去年的和今年的logo做的一幅画 我胡子是白的 你把我画成黑的了 把我画年轻了 没有没有 你本来就年轻 然后还有一个我做的小手工 也是送给你的 哦 这个皮的 眼镜盒 因为我看你一直都用你的眼镜 对对对对 谢谢谢谢 很可惜啊 真皮制作 然后那个桥有个钢印还在这里 对 这些都是留给你 谢谢 不客气 精心挑选制作的礼物 代表了业主一家对设计师最真诚的感谢 就在这时 主持人也带着礼物到场祝贺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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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疆满意吗 我太满意了 谢谢 谢谢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石老师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个十年的梦想改造家 石老师每一年都参加 是全勤奖获得者 重点是不能有一次有失误 这个其实就是每年会 会有一点心理的压力 但是还好每年都顺利完全任务 那我今天我还特别想问了 就十年 梦想改造家对于您来说意味着 在这个胜利的一程中 其实大概从五六年前 我太太就说 别做了 每年这样做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她跟我一样在担心 你想十年中间 人家会有很多的老化或者脆化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 所以变成说 其实心理上确实是 想说是不是今年最后一年 现在好多年 每年都在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但是每年做完之后 你们大家给我的鼓励 又让我鼓起鱼勇 是不是在干一起 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另外因为是十年 在过往合作的那些委托人 他们都有话想跟您说 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 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回家当天 正职设计师石南桥七十岁生日 和他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年的节目组 也想为他送上一份神秘惊喜 石老师 谢谢你为我们改造了 这一百年的老房子 我们现在全家生活得很幸福 在这环境里面 大家很开心 我们就是 听说你生日快到了 我们全家祝你 生日快乐 祝十二师生日快乐 欢迎常来广州晚 祝十老师生日快乐 石老师好 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和我老公祝你 如月之痕 如月之生 如松百之梦 祝十老师生日快乐 我突然间能够感觉到 这十年坚持的动力在哪里 真的就是帮了这么多的人 他们一直都感念着你 这个是多大的成就感 是啊 很值得的 很值得的 就是你 你花了自己的一个专业 来帮一家人来创造幸福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了 那今天过生日 梦想改造家也有表示 送给您的生日花 谢谢 谢谢 还有生日蛋糕 哇 永远十八岁 哇 永远的少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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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在我们共同分享蛋糕之前 更美好的未来 龙卡装修分期 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 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5万元 共计花费49.3万元 本术博九年求学 国内顶尖学府 阿里青花补科保送 硕士保送 博士保送 他能读懂离散的例子 却无法看透离散的房子 被分割成7086的房子 能否化整为零 完成重塑 我们之前订的那些 都能清装起来了 有任何问题找我 好吧 我们之后去另一步 还有几件 9月20日晚22点 梦想改造家 带你走进被分割的家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网易家居 PC House太平洋家居 博乐会至于影视聚焦 一点资讯 环球在线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感谢中华万年力 DoNews 易多唐APP Frame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